打鼻前,放甲下誓要重振聲威 究竟打鼻有多厲害? 今集齊齊打鼻MISS RAISE問問吧 羅翁姐,我看完這套戲之後 發覺到一件事 甚麼呢 就是每個成功男人的背後 一定有一個很重要的女人 如果做得好的話 隨時影后都可以過來做 不如這樣吧 你做個背後的女人吧 好…影后 要做甚麼? 很簡單 倒杯茶給我 讓我潤一下喉 等我報完資料再告訴你 接下來星期三晚 是打鼻前的發芋谷夜賽 放假拍就派出08至09年度的 打鼻參戰馬喜威寶上陣 跑三萬千八米賽事 她上將同情跑第二 這次可能會保重 喝茶 麻煩你,鏟姐 甚麼?哪位鏟姐 那位鏟姐 就是你 套戲男主角背後的女人的名字 都是用水果來改的 讓你選 你想叫鏟姐還是大廚菠蘿姐 那不就是工人 正確 你想不想做影后 想的話,快點做點美食 要拍得住星期三那些 那就好吃 去吧 接下來星期三晚 酒,再發芋谷活動 將會在跑馬的馬場 押軸上演 到時繼續有美酒喝 還有美食炭 兼且有型格樂隊現場表演 而當晚 亦是打鼻熱線 分掌金最後一回合 千萬不要錯過 大家好 我是Miss Race Mercedes Fans香港打鼻大賽 在接下來星期日就會舉行了 大家有甚麼不明白的話 就立即打給我問一下吧 不好意思 喂? 是,我是Miss Race 是,你想知道香港打鼻大賽有多厲害 沒有問題 有外出馬,立即和你補補集 源自英國的打鼻大賽 在1780年 由十二代打鼻伯爵 和英國賽馬會高級董事共同創辦 本身是一項三歲熊馬和黏馬各族的混合賽事 但來到香港 就變為專給四歲新季發揮潛能的重要比拼 是躍升為名區的指標 經典例子就有上屆冠軍,洪森威龍 人員打鼻之後 他更加扶搖直上做環環王 接下來星期日 不知道哪一部分可以接到他棒呢? 舒不舒服? 當然舒服 鏟姐,我要送你一個地方 你是不是送我回家 做星期三晚夜菜的功課呢? 那裡也可以做的 還有很多院友陪你做 院友? 是呀,老人員 做影后就是這樣 走吧 走啊,影后 這邊是影后 3月18日 Mercedes Friends香港打鼻大賽 打鼻CAMO,鄭馬迷